游戏化教学 促进学生的思考理解和应用 那我今天主要想分享的是 游戏化教学的两种途径 我把它称作 一教学内容的游戏化 和二教学互动的游戏化 第一项的教学内容游戏化 也就是把教学的内容 直接以游戏化的方式来呈现 例如用桌游、用密室逃脱 这些方式来呈现 第二项的教学互动游戏化 这刚好跟第一项是相反的 教学内容和游戏化脱钩 例如做分组竞赛 比赛的内容和主题是可以随时调整的 游戏化的元素和学生的认知历程 也不产生关联性 为什么想要来聊一聊这两种途径呢 因为我觉得这有助于拓展 大家对游戏化教学这件事的认知 先来讨论第一项 教学内容的游戏化 刚才提到 这可能是以桌游或是密室逃脱来呈现的 这些教学游戏呢 必须紧贴着学习目标来做设计 例如做化学实验 操作的先后顺序很重要 那你在设计密室逃脱的关卡时 就可以模拟一个实验室 然后要求呢 学生需要以正确的先后顺序来操作 才能取得逃出所必要的物件 在这类游戏中啊 学生必须先对学习目标有所掌握 才能有机会在游戏中获得胜利 但是在这类运用中啊 其实不一定会是以完整的游戏来呈现的哦 它可能只是包含了部分的游戏元素 例如啊 我自己在教销售课程时呢 让学生两人一组 并参考我所提供的文本内容 来进行模拟的销售演练 这个演练呢 有明确的规则和目标 拥有一些游戏的元素 学员会觉得好玩 有挑战性 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游戏 在这类教学内容游戏化中啊 我们其实不需要去硬性区别 到底它是一个完整的游戏 还是只涵盖了一部分的游戏元素 这个区别啊 对我们在实物上的帮助不大 但是很重要的是啊 游戏化设计必须紧贴 并符合学习目标 这个要点啊 其实常常没有被落实哦 例如啊 密室逃脱原本在商业上是娱乐导向的 它有很多谜题是字迷啊 解码空间思考等等 转换到教学上的时候就需要慎重了 例如你要教心流好了 然后呢 你把心流的要素 例如明确的目标 事宜的挑战难度这些啊 都化成字迷 学生呢 可能要解长头师解密码才能得到这些要素 这就不是理想的设计哦 因为学生在过程中的思考啊 是花在解字迷上面 而不是针对这些心流的要素来做思考 那相对来说 比较合理的谜题设计啊 有可能是你列出好多项要素 然后说呢 里面有一项是假的 但是学生又不能乱猜哦 因为答错会有负面的影响 这样学生啊 就需要花时间对这些要素来做理解和思考 然后呢 你再提供一些线索 一些参考资料 让学生在过程中自己去思考 探索 然后找出正确的答案来 所以很重要的是啊 学生在玩游戏的时候 究竟是不是在思考直接跟学习目标 有关联的内容 以上是针对第一项 教学内容游戏化的说明啊 再来第二项是教学互动的游戏化 教学内容啊 是和游戏化脱钩的哦 游戏化元素跟学生的认知理解完全脱钩 最常见的应用啊 就是分组竞赛啊 积分排行奖励和课程破冰上面 分组竞赛和奖励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我就不用特别介绍了 那我举一个破冰的例子哦 像是让学生每个人拿着拼图的一角 去找其他人拼成完整的拼图 可以拼在一起的人哦 他就是同一组了 这就是透过拼图来做分组 这类型的运用啊 其实由来已久 线上教学平台啊 也都会采用很多类似这样的方式 来让学生感受到进展啊 以及把进度视觉化的呈现了出来 进度视觉化快速回馈和学员互动啊 这是这个项目的三个运用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啊 所谓的点数啊 徽章排行榜奖励这些啊 并不是有了这些游戏元素 学员就会觉得有兴趣的去参与 更重要的是呢 你如何透过这些元素来引发学员的动机 强调竞争排名和获取奖励啊 这是走外在动机的路线 若是在学员运用某些技能时呢 给予基点 让他的进展可以视觉化呈现 那这就有可能引发成就感 和他想要进步的动力 那就有可能引入到内在动机的部分了 也就是呢 让学员不是为了追求结果而行动 而是可以享受在过程当中 那这部分是关于 教学互动游戏化的说明哦 就我的观察来看啊 学校老师比较投入在研究 教学内容的游戏化 而业界讲师呢 这比较偏好在使用 教学互动的游戏化 我自己啊是比较擅长 也偏好第一项啦 教学内容的游戏化 因为游戏中 有一些概念非常适合 跟教学做结合 例如 提供适当的挑战 有意义的选择 不害怕失败等等 合一的游戏化教学设计啊 再搭配上引导反思 可以让学生学的顺利 老师也教得轻松 所以游戏化在教学上的应用 绝对不是PBL哦 点数、徽章、排行榜 这些要素而已 这说法还很大部分 遗漏了教学内容 游戏化的可能性 当然还有其他 我这次没有讨论到的部分啊 像是班级经营的游戏化 和3C科技的结合运用这些 也是游戏化的可能应用范围哦 那你就希望这集内容 能为各位老师们 带来一些启发咯 若是您对游戏化有什么 想要进一步了解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是Fenix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